好! 到下一步進去! 原來遊戲已經跟大家見面了 今集我將會擔任這個一晚車長的角色 下一站是不如收費 下一站是Joker 業餘解說 The next station is Armature Explanation of Joker 賽戰是Joker 夜語解說 自己畫 Joker Armature Kaisers Des 在大亂鬥裡面 依然可以充分體現出原作的風味 不單在這個勝利畫面裡面 連足球的角色本身也是 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請看以下的片段你就一清二楚了 如途中所見 足球不單有這個怪盜錄 還有學生錄 很簡單的 只要召喚足球的顏色就可以了 作為一個怪盜 當然可以向必殺技來開槍 這支就是前必殺技的影火 你看看Lucina的數字 一直在上升 只要中了這個影火 不單是受傷之外 也會有這個中毒的效果 傷害慢慢累增 看東西吧 Joker就是可以在地上發槍 原來可以 做法很簡單 只要一邊發槍之外 一邊發一邊跳 它就會90度 一邊向前跳 就是這樣 這支叫跳躍射擊 比普通的射槍有這個連射效果 正正因為Joker有怪盜的關係 所以跑得特別快 問題就是因為用短刀來攻擊的關係 所以攻擊距離比較短 這支叫跳躍射擊 咦有Smash Ball 無論如何都要先拿去 哎呀 掉下去 無論如何都要先拿回去 打到它 打到它才行 哎呀 哎呀 這次麻煩了 被Lucina拿到Smash Ball 千萬不要抑掉它 哎呀 幸好 這個Persona自然出現救我 反擊 就是因為Persona的加持之外 不單止攻擊力得到強化之外 還有必殺技的效果也會有些不同 就像剛才的下必殺技 可以有反擊的效果 威力也相當可觀 那如果沒有Persona的加持的話 那下必殺技是什麼 就是忍耐 在一路忍耐之外 如果受到攻擊的話 不單止傷後會減輕之外 自己的反應值也會大幅提升 只要反應值存滿的話 Persona自然就會出現加持這個Joker 看不見到Joker頭上的BAR 這就是反應值 只要一路攻擊或被打 就會提升 尤其是後者 咦 Lucina想被超必殺技 看你忍耐也沒用 想改變命運嗎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你改變不了命運 你不停的怪怪地被我砍吧 嘩 星圓有星 不過是Lucina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忍耐力量 有時以退為進也不錯 就是Persona的力量 盡情就是重創敵人 你又想反擊我嗎 雖然這個超必殺技快要傳滿 但也不能掉以輕心 如果把人死於反擊的話 真的很浪費 心之怪盜團參賞 這就是超必殺技 心之怪盜團總攻擊 也是動畫式超必的一種 這個時候 足球會衝得很前衝得很遠 所以發動你上來也容易很多 我來不到 終於捉到你了 這就是上必殺技 用這個承索 勾他下來的 可以勾敵人下來的時候 也可以重創到他 話說是怪盜團團 不單有手槍之而 當然有承索 如果你真的不肯 還沒打到場外的話 只要直接承索 用上必殺技的話 你自然可以勾上去 懸崖那裡 可以上回去 是機會了 的show time 今次還不把你殺到片甲不留 The show is over 提提你 如果你用超必殺技 你原場的話 就會有出現這個畫面 簡單來說 Joker除了攻擊範圍之外 其他各方面都要優秀 不失怪盜的風範 藉著persona的覺醒 最情地放肆 這一程 你是無需要付錢 不過既然一場來到 不妨留下你的 like share subscribe comment 和reminder 好嗎 最後 persona 5 royal 加強版 你今天買到沒有 買了之後 是時候盡情搞動你的內心